青春點點點 馬克 And the 巴黎的 青春點點點 今年惠文哥請我吃了一顆粽子 嗯 是那個甜的 嗯 是那個叫什麼生計喔 就是裡面是紅豆餡的那一種 嗯 好好吃喔 真的喔 謝謝惠文哥 紅豆餡就是豆沙嘛對不對 就是豆沙 嗯嗯嗯嗯 我都沒有 你如果早點來的話應該就會有 唉我連就是女主持人的阿姨做的我也沒有吃到 唉 我要跟大家講了 等一下探什麼氣 等一下這個你探什麼氣 前幾天啊 某天下班的時候要搭電梯 男主持人就說 欸哼明天吃廣場 然後女主持人就心裡想說 好像不錯喔 就很心酸 原來也是 昨天吃飯的時候啊 女主持人就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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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打給男主持人想說 奇怪他不是說會早點來吃廣城嗎 怎麼不接我電話 後來啊我還替他想藉口 想說啊男主持人一定是從他家做捷運過來啦 收訊不好我們不要催他就算他自己買廣城的話 我也不能生氣 可是又過了半個小時女主持人還是很餓 然後再慢一點大家也知道廣城的燒肉很快就賣完了 所以我又撥了一次電話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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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然後啊男主持人還是不接電話 我就覺得很可憐 我就去問櫃台把手毛除掉的美少女說 我好餓喔你要不要吃廣城我們一起叫便當 然後便當又要三個菜外送 男主持人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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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他還是都不接電話 他沒有辦法當第三個人 我就跟櫃台說好嘛那我自己走去廣城拿便當 結果打過去因為七點了 都沒有燒肉沒有燒肉了 可是我都好餓 我就跟老闆說那茶燒跟油雞也可以 那有沒有香腸 香腸也沒有了 那好嘛那酒茶燒跟油雞 結果老闆惹後號說 你們兩個便當我也幫你送 然後啊 然後啊 我就想說老闆惹後號電話掛掉之後 結果這個時候男主持人就從電梯 登就走出來了 我心想說他會不會生氣 我叫廣城都不約他 結果從電梯門下一個走出來的是他女朋友 一看就知道兩個人高高一起甜蜜的吃晚餐 過去那一個小時我好像笨蛋一樣 打開一個不會接點 我花的男主持人 他就整個當女朋友吃晚餐 我都沒有燒肉可以吃 然後啊就印證了一件事情 就是啊 說你旁邊的女生 我跟你們講男生男生說什麼話 你都不要放在心上 否則受傷的會是你自己 原來今天對我這麼兇 是因為這個樣子喔 我就一進來 然後就是 我馬力就對我很兇 非常的兇喔 好 欸你開始說什麼 你怎麼不接電話 對對對 我怎麼不這樣啊 滾啦對不對 然後那我怎麼會 我想說 怎樣啊 吃炸藥 然後我內心就一直 我會說怎樣啊 因為其實就是 我沒有接到你電話的時候 我現在我在 那個時候我已經在電台樓下了 然後我心裡非常的慌 嗯 因為我 想說又出事了 對 然後我就帶了一點的困惑 就是進去電台 然後 就有必要這麼生氣嗎 然後就摸不著頭去說 原來有這麼一段故事 原來你把我就是 前天回家那個 對啊 話就是記在心裡 你看男人隨口說說 女生的意義 我要記在我的筆記本 太虧心了